同学们好 上两堂课给大家伙讲解了 如何由这个灰度图生成浮雕 以及如何裁切这个灰度图的大小 那这节课给大家伙讲解 如何由这个浮雕生成这个寄带 也就是说在March3里面能够运行的寄带 给大家讲解 首先打开这个ArtCam2008远件 双击做面图标 打开以后 之前有做一个灰度图 在这里我们打开 打开的时候大家伙一定要注意 这个文件内型 一定要下拉选择这个未图文件 然后我们在找到之前做的这幅 裁切好的这幅灰度图的图片 在这里举例来说 我们只是做50跟75左右的 然后加工原点 我们一定要选择在中心 这一点很重要 一定要选择在中心 然后单位要选择毫米 单位千万不要选英寸 好 点击缺页 这样的话我们就打开了这幅灰度图 然后我们给它生成一个三毫米的浮雕 我们换到散地去切换看 这是一个散地的浮雕 现在我想让这个浮雕生成这个在March3里面运行的寄带 那我们如何操作呢 很简单 点击刀具路径 点击这里 通常呢 今天我们来讲解的这个三维刀具路径当中的一个加工浮雕 后面还有特征加工跟这个J轴加工 还有这个二维刀具路径 这一些呢 我都在往后的课程当中给大家伙讲解 今天就讲这个加工浮雕 好了 我们点击这个加工浮雕 在这里要加工的区域 我们这里选的符合浮雕 因为我们并不是画好的四两图 也不是这个自动边界 所以我们要选符合浮雕 然后加工的这个走刀呢 就是X方向平行走刀 你也可以选其他的 你可以选成这样是走刀方式啊 但这样走刀方式就可以了 X方向平行加工 带角度的平行加工 这个不需要 余量呢 也不需要啊 公差呢 它默印就好了 加工安全的J高度啊 J高度的话 我们这里呢 我就设成J呢 就是说每次加工完了呢 它都会提刀失误啊 落刀前呢 也会提刀失误 这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定 刀具呢 我用的刀具呢 是雕刻刀 雕刻刀是在这里找啊 在这个刀具选择上面 哪里呢 这里 然后选这个 ENG RV ING 这个就是雕刻刀啊 那我选的这个是0.6的啊 底部也就是说这个 跟这个长度是0.6毫米 然后呢 这个角度呢 是30度的啊 刀的直径呢 是3.170毫米的 你可以在这里点编辑啊 这里呢 就有有几个参数 大家会要注意了 行距 这个行距呢 就是说呢 你在每一走 这个 每刀跟每刀 每每刀 在这里 哎 这里还看不到啊 我们先给它关掉取消啊 你能看到这里 这个刀走的时候 每一行跟每一行之间的距离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它会决定你的加工质量 同时呢 也会决定你的 这个 这个 进给 因为 布剧属于切削量当中的一个重要阐数 所以说呢 它也会影响到你的进给的大小啊 通常呢 我们接着选这把刀啊 编辑一下 通常呢 像这个行距呢 我一般它的刀的 底部半径是0.6毫米 那我这里 0.5 一定要低于这个0.6啊 不然两个刀之间会有刀 这个加工层会有这个缝隙 所以这个行距一定要低于这个平底半径的数 这个是0.6 那我选它一半好了 0.3啊 主轴转速这里可以添随便 这个实际上只是你在代码当中会显示出来这个数字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主轴呢 是用电控箱来控制 所以你这里跟它没有关系 你就随便添个1200就好了啊 进给率 这里是分 然后呢 每米啊 我们知道在Match3里面算的是按分啊 每毫米 那所以说呢 它这里面呢 有个换算的关系啊 有个换算的关系 那我们在Match3里面设定的 比如说设定的是 每分钟最多走1500毫米 也就是1米5 那这里呢 我只要低于那个数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可以设定为 或者跟那个数平行就可以 也就1.5 下切速率呢 我们也一定要调低一点啊 不然的话这个 这一轴往下落的时候呢 会 吼翅吼翅的 会比较吃力啊 这个一般的0.5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 然后点击选取 这个道具我们就选取了啊 这个多J轴程切销 我们知道啊 我们这个浮雕呢 是总共是鼓起来三毫米啊 三毫米我不可能用一把 就刀一次走一个平面 给它雕出来这个行啊 因为这太厚了 三毫米 我们想每次雕一毫米啊 那么呢 我们呢 就是分三刀啊 三三成 三成 那我们这里呢 打开这个功能 然后呢 是从零开始 然后最后一条呢 是负三 我们这里一定要填负三 因为啥 因为这个 这个浮雕是三毫米厚的 我们是从这个面往底下雕啊 所以要填负三啊 然后这里呢 是增加斜向移动 就是说当你录刀的时候啊 嗯 让它斜着这个刀呢 进去而不是直着就下去 直着下去呢 有时候刀会崩掉啊 尤其是一些比较细的刀 它会断掉 刀尖也会断掉 所以呢 我们点击增加斜向路刀 然后这个斜向的角度和长短 就默印就好了啊 材料 呃材料呢 我在这里呢 这就要根据你这个要雕刻的木头的厚度 我在这里呢 举例来说呢 就是五毫米 五毫米呢 你当然也可以填七毫米啊 这就是说随你辩的 你更可以填这个八毫米 如果你木头多厚 你就填多毫米 我在这里呢 木头呢 是五毫米厚度啊 我们在这里会看到两个阐数 一个是三 一个二 因为我们浮雕呢 这时候呢 是拉高啊 这个浮雕的厚度呢 是三毫米 那剩下底下就是这块木头的平的地方啊 那就是两毫米 整体它俩一相加 就是材料厚度 就是五毫米啊 然后材料这一轴的零点呢 我们一定要选顶上 不要选底下啊 然后选这个打钩顶部片子啊 然后点击确印 哎 这基本上就设定好了 这里呢 你可以随便给它起一个名 我们就起一个 哎哎哎就好了 然后点击现在 我们看 哎 这个呢 就生成了这个道路了啊 生成道路了 生成道路呢 我们能看到呢 刚才 来 这个我往这边看看 换个这个角度啊 大家伙从这能够看到 这里是四层啊 四层的道路 总共是分四层切割 那有的同学会问了啊 你这里面从这里呢 是分三层啊 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的啊 下切布局呢 就是说呢 每次下刀呢 是一毫米 零到三呢 是不是呢 应该是三毫米 那应该是三层啊 这里嘛 不对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选的 所以零也算一层 他会先加工 少一下平面 在这个表面上 零 然后呢 负一 然后负二 然后负三 所以总共呢 是四层 那你如果我说 我把这里直接改成一刀下去了 一刀就三毫米 当然我这是举例来说啊 啊 这时候呢 但是大家伙同学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因为雕刻刀 属于非常小的刀 一刀下三毫米 那紧致是太多了 通常一般在实践当中 下零点五 呃 就可以 这样虽然雕的慢点 但是精度会非常好啊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下 下这个三 一刀下三毫米 我们看看 再生成一下的 我们 哎 我们来看 这实际上就两层的 因为啥 从一个零开始 是一层 他先加工一下表面 然后第二层呢 就是一层下三毫米了啊 所以这个下切布局呢 决定呢 你要呢 呃 分几层 每次 每每一层的下刀 是要下多深 这里呢 我们就在这里 就选一好了啊 然后呢 我们重新生成一下 哎 生成好了呢 我们关闭 关闭完好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代码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要导入到 马区山里面的 这个记忆代码 那生成好了呢 我们是不是呢 看看让他这个 演示一遍呢 哎 我们可以在这 演示一遍啊 这里呢 就是仿真 刀具路径 这个呢 是快速的仿真 这个呢 是精细的仿真 呃 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来这里呢 就给大家用快速的仿真 仿真一下 如果同学们呢 以后呢 拿到机器以后 自己想看这个 精确仿真呢 也可以在这里点 这个精确仿真 来这个练习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快速仿真 哎 一层 两层 三层 哎 这刀走出来了 雕丸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大家伙说呢 这个雕的好像很粗糙啊 不是很细腻啊 那么雕的质量呢 取决于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说你这个 灰度图的质量啊 是不是够细腻啊 这个灰度图的质量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说你雕刻的 这个这里面的设置啊 像这个 记带码的设置 像这里哪个参数呢 刀具 像我这里是选一 我可以要想雕的很细呢 我可以选0.2 对不对 每次下刀就0.2 这样的话 它把这个分的每层 就是横了什么 每一层 就是说总共雕三毫米 那么呢 0.21毫米呢 那就是说总共 0.2 我们雕刻呢 0.2 每刀呢 下切呢 0.2 那我们总共雕了15层 这样速度很慢 但雕出来呢 质量呢 会很好 还有就这个行锯 就是说每一刀跟每一刀的这个行锯 我们也可以选小一点 选0.1 哎 这样出来的话 效果就很好啊 对不对 这样出来的就效果就很好啊 我们给它关掉 啊 我们也现在看了仿真 也看了这个雕刻出来的这个刀具路径了啊 大家伙也都已经看到了啊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基带码呢 给它保存 我们就点这个 保存刀具路径 保存完以后呢 如果它要是默印的在这边呢 你就要按这个键呢 给它挪回来 你看 它要默印的在这边 我们起的名是 哎 你就要给它放到这边了 放到这边来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设置 一定要注意 就是Gcode 我们一定要选MM MM是毫米 然后选这个行type啊 千万不要选这个 这个就是输出来的 输出出去的代码 就是按英寸了啊 尺寸就会错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这个 Gcode 哎 怎么是英寸了 在这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NCC啊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type的啊 比较省事 刚才那个type的哪去了 Gcode ABCDEFG Gcode MM type啊 我一般的输出 我喜欢用这种格式的输出啊 然后呢 这种格式的跟这个Mach3兼容 它会比较好 那大家伙说了 我想试一下这其他的这个格式 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 但是呢 有些呢 跟Mach3不兼容 有些 然后点击保存 在这里呢 我就保存在桌面 然后起的名还是AAA 啊 哎 我之前有一个AAA的文件 哎 哦 我之前有一些 有一些基代码 我都给它删掉 都给它删掉 不然的话 大家伙容易搞混啊 删掉 呃 这里起名呢 我就叫AAA 然后点击保存 啊 然后 这样就可以关掉了 关掉了 我们看到我桌面呢 除了这个基代码 我们也可以呢 用这个 管理 用这个 记事本呢 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这 这就是整个的基代码 这个基代码 实际上就是 XYZ轴的一些坐标 外加上一些特殊的指令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基代码 这个基代码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老多行 哦 很多行 哎 好了 那然后呢 我们呢 把这个基代码呢 呃 这就是实际上由这个 由这个 灰度图 转成浮雕 浮雕呢 再转成这个 基代码的一个 完整的过程 完整的过程啊 当你把这个基代码 导入到这个 Mach3里面 我们来打开Mach3 这个远调 取消紧急复备 Ntype键 调出来MPG模式 然后呢 加工零点 归零 啊 啊 打开Mach3以后呢 那 很多同学说了 现在我是不是就可以雕刻了 可以雕刻的 但是你要把你的雕刻机啊 从这个 控制箱连接上 然后呢 呃 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 雕刻机跟控制箱连接之前 一定要把电源关上连接 不能带电连接啊 带电连接是很危险啊 呃 连接好了 再把电控箱 从你的电脑连接上 然后呢 打开这个电控箱的电源 呃 然后呢 大家伙在这个 做之前呢 一定要把这个 木料呢 在这个雕刻机台面上装夹好了啊 装夹好以后呢 然后呢 加载这个 机代码 然后呢 大家伙呢 一定要找着这个加工远点啊 使用对刀跟分钟的方法啊 之前在这个 这个雕刻的这个 这个操作片里面 有给大家讲这个 如何进行对刀和分钟 大家伙要不明白的话 去那里再重温习一下 呃 找着这个 木料的 这个 这个 XYJ轴的零点啊 找着以后 把这个代码 加载进来 加载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的 呃 这个就可以运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就开始运行了 这就开始进行雕刻了啊 这就是一个 完整的 这个雕刻的过程 因为我们主轴 没有人就把这个 关掉就好了 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啊 这就是 这样的 就 这就是 算了 不 这样的 这就是 这样的 那个 这就是 这里 这个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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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嗓 静用还在嗓 我们不去管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好 谢谢大家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